大家好,欢迎来参加这个如何吸引发发者进入开源社区的panel discussion 那之所以最开始要去做这个发起这个CFP呢 是因为发现开源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的热点话题 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国外,国内也会有大量的开源项目 新的项目会不断的陨现出来 那随着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项目 我到底怎么样去吸引发发者来加入我的社区甚至留下来 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四位应该说在开源社区的整个治理运营 这块非常有经验的嘉宾 那要不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各位做个分享,做个交流 然后我做个介绍一下,我叫刘果 然后我是鸿蒙的开源教练 是开发原子的这个欧巴哈米的项目的导师 然后呢,我现在主要是在负责向欧巴哈米的一些开源准备 以及开源社区的建设 我是Tyson 最早的时候呢,我是从参与开源项目开始的 我是Apache Flink 的 Committer,是Apache Creator 的 PMC 然后最近一年里面我主要是以一个开源步道师的身份 到像TIDB, TIKV,还有最近我会关注的一个存储项目叫Angular 给他们也是说做这种Build Community 的工作 包括说因为我是从开发过来的 所以说我也会以一个开发的身份去参与到这些项目里面去 大家好,我叫胡强曼 我之前呢是在一直做司法工程师 然后一直在计算机视觉这块做一些算法相关的项目 那目前的话是在Mindsport做Mindsport的运营总监 那整体来说是负责Mindsport的整个开源社区的运营 包括企业开发者、高校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合作的生态 那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块来去分享怎么样去吸引开发者 希望负面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些意见的工作 大家好,我叫吴胜 我来自于一家北美的公司叫Titrade 同时大家更熟悉我的身份 可能我来自于Apaq软件基金会 是Apaq软件基金会今年的董事 同时是Apaq Skywalker的创始人 以及Apaq复化器的导师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和开发者和开发者关系有关的一些话题 好,谢谢四位嘉宾 我刚刚是忘记做自我介绍了 我叫刘杰,来自于华为的开源OSPO 开源基金办公室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研讨环节 一般来说我们都说开源社区是围绕人和开源软件开闪的 但是这些开发者 我为什么会对一个开源项目感兴趣 然后他们决定他们加入一个开源社区的核心的驱动力 到底是什么 想听听各位的一些看法 吸引开发者进这个社区的要素呢 首先的话可能是说是要他的技术要比较先进 这个项目比较好玩 上手这个门槛比较低 他能够玩出花样 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说 他能够实际解决开发者及用户的这个问题 那我还是赶紧接吧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说 就是吸引这个事 刘果突然把事讲完了 这个就是真的 因为吸引的事就是两个方面 我会讲的内容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东西 它能跟上跟刘果说是一样的 你得提供价值 但是我会从一个另外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去 怎么说让你的看源社区 对吧 看源社区它的那个核心 其实围绕这个看源项目构建起来的 你要吸引开发者进来呢 其实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聊 一个是说你要产生引力 对吧 你要有一些那个能够吸引别人进来的要素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更日常可以做的是去 铲除一些阻力 那这个展开就比较多 就比较就是可能会在一些剧 就后面如果我们去聊一些具体的做法的话 我们可以再展开 就引力这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再分成几个具体的类型 一种是说你要吸引开发者进来 它要么是直接激励 另外一种是组织驱动 还有一种是叫自我驱动 直接激励是这样的 就是天然很多新兴的开源社区 它起来以后 它喜欢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给你送个马克杯 给你送个各种各样的小礼品 那包括说去集赞对吧 就是这种情况 那它其实是提供一个 直接的价值交换 你到我的社区里面来去做一个特定的事情 那通常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越不可量化这种直接激励的那个模型就越走不通 通过这种交易呢 来吸引到有一些开发者 也会进来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手段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但是呢 你不能够太高估这种手段能够达到的效果 这是一种 然后另外一种叫组织驱动 其实也是建立在说你项目有价值 组织驱动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公司也好 或者说非盈利组织 它对你 它采用你这个项目 它就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会产生一些自己的用户需求 那它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呢 会参与到你的社区里面来 那当它深入参与之后 它如果有自己的研发力量 就会投一些人过来 去做它需要的那些feature 那这样叫做组织驱动 因为它那些人过来 是因为它背后的组织 推着它过来的 那为什么组织要推着它过来 也是因为你这个项目 本身有足够的价值 比方说flink基本上 是整个流济算里面 现在的实际的标准 那如果你的企业 也想做一个流济算的pipeline 你就会用flink 那你用了以后呢 你就有可能会参与到 这个社区里面来 那包括像当年的组keeper一样 你放眼望去整个 分布式的一个领域里面 基本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大家就过来 然后最后一种呢 其实反而你去讲 吸引开发者 我们去想individual的时候 大家就聊的是自我驱动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体 当你把组织 推着你过来的力量 给过滤掉以后 你自己是不是愿意 去参与某一个项目 不管你是出于说 对开源的一个信念 对自由软件的一个追求 或者说你觉得 就是这个软件特别好 比方说去写postbreak circle的人 对吧 他很多去做数据库领域 开发的那个工程师 他如果能够给 my circle 给postbreak circle 或者给一些新兴的 比较有名的那个项目 去提一个punch 他会觉得自己特别有自豪感 这是不同的引力的方式 他的核心呢 其实说的这么多 还是刘果讲的 你要做一个好的项目 要产生价值 把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刘果和Tyson 讲的特别好 其实到我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除了说 认可他们的观点之外 再补充两点吧 我觉得第一个 首先是这个产品 就这个开源的产品 技术产品 你得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这个吸引力 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对于小白开发者 像Massport 它是一个AI技术框架 但这个框架 其实国外的 像Google的Tetherflow 以及Facebook的PiTor 已经有了很多 一些非常优秀的 一些技术项目 他们已经先发布了 那么我们在做Massport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想 那你在做就有什么意义 能不能取代它们 或者说别人 为什么要选择Massport 而不选择 已经发布了这么久 并且生态这么庞大的 Tetherflow和PiTorch 那其实我认为是 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于开发者 主通的开发者来说 我一定要这个项目 是足够好用的 那么现在像Tetherflow 或者PiTorch 它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动力带图 一键切换这些 可能做的 相对来说 没有Massport那么好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 从这些点去切入 然后去优化 我们的一些应用性 提高他们的 这些上手体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对于企业开发者 就真的在实际的 生产环境当中 应用的这些开发者来说 我其实除了好用来说 我更需要的是 这个框架 它能够节省我 它能够提高我的性能 节省我的成本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Massport在自动运行 就这么是训练这一块 其实极大的提升了性能 就所有使用Massport的 这些开发者 尤其是企业开发者 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 去训练更多的 模型的版本 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种是一种企业成本 节省成本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个开源 就是产品来说 你要找到它的定位 并且从这个定位 去区分出 不同的用户群体 但这个群体 它最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改善 你的产品 把你的产品的量 也做出来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 真正的去吸引 你所想要去吸引 或者说想要面向的 这个群体 其实可以想象 大家其实如果我们 去做一个 很看重community的 一个环境 其实刚才大家说的 很显然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东西 但其实 Tinson知道 我跟他其实聊过很多次 其实我们在聊 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过高的 或者说我们对 我们的community 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 高度和要求 就不管我们任何一个项目 可以理解 就比如说我们 站在PinkApp 站在华为的角度上 我们可以去理解 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从我的角度上 或者说从更多的 我在Apaq Foundation 经历的经历告诉我 说其实有非常多的 开源项目 它其实并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大的一个community 有大量的Apaq的顶级项目 可以看到 大概也就只有五个 和六个 所谓的 committed在工作 那么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可能说 我们想得到一个 很漂亮的 fancy的一个数据 一个图表 但很多时候 大家也需要知道 是Open Source 很多时候 其实更多的 它在维持工程师的 一种乐趣 所以 其实我们本身 在看待这个事情 上面的多元化 可能 从某种角度上 也是Open Source 的多元化 中间的一部分 一定 对吧 我们如果站在一个 企业项目 它可能要 要增高 要增先 但是很多时候 也许 几个人玩一玩 其实也挺好的 所以 我更多的想分享的 就是说 也许 刚才我们讲了 很多的 方法 去获得 很多的开发者 但是其实有时候 对于开源项目的 Founder 或者是那些 贡献者来说 他们的很多乐趣 也许仅仅在于 一个三五个人的 协作里面 其实也可以产生 非常好的一种乐趣 他们也会乐在其中 所以 我觉得 最终吧 我们希望我们的 整个Open Source 的一个环境 也不光是有那些 很工业级的项目 也有很多 很有趣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能用更多的思想 去看Open Source的话 我们想最终达到的 一个效果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 才能够更加有效的 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进入社区来 然后 而且这些开发者 能够真正的 留在社区里 而不是说 我进来转一圈 然后就走的 观光客 而是真正能够 停在这个社区里面 不一定说做到 就是Mantainer 或者之类 因为那个每个社区 肯定都是很少的 但他如果能 停留在这个社区 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我不知道就是 大家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观点 或者是经验 第一的话是 我觉得对于像 使用的这种 开发者的这种新手来说 这个本身这个社区的 这个门槛呢 它要比较低的 就是它让它比较 快速简单的方式 它能够上手 然后呢 就是针对于一个 成长的一个叫做 粗中高的这种成长路径 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 比较完顺的一个 支持体系 那除了像 开发者的指楼之外 那这个体系可能还会包括 像这种API的这种sample 像CodeLab 像Demo 像书籍等等 然后呢 第二点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代码 贡献的这个新手来说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友好 完善的一个社区的这个文档 就是包括它的社区的整个的 日理的文档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像 Kubernetes社区的 它的这个治理文档是 我觉得是个标杆啊 因为我也花了 比较长的时间去做了一些学习跟分析啊 它的整个Kubernetes的 Community仓下面 它所有的这个文档 它的这个模板 各种流程 它总共是有1400多遍 然后呢 它除了这个文档详细之外的话 它的自动化也做得非常好的 对于自动化 不仅仅是指它的本身的这个代码 就是它的PR 它的每日构建 它的版本构建的自动化 也包括它整个社区的 治理的自动化 就比如说 它的这个新人的 很多这个晋升啊 它的这个代码仓的 一些这个权限的 自动化的这种配置 我觉得它是做得 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大家 其实我觉得 都可以去仔细读一读 它的就是很多这个治理的文档 然后呢 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 例如像这个Mentor 就是代码的一个 导师的一个计划 就是导师的话 它可以像一对一 或者说一对多的 很多这个形式 它能够从这个社区中 能够挖掘出 有潜力的这个新人 它能够通过线上 或者线下的一些很多形式 它能够对新人做一些 这个贴身的一个辅导 能够把这个新人 就是培养成 未来就是 Cometor也好 PMCE也好 让它能够 未来能够在社区里面 承担更重要的一个档位 我觉得风险的是 就是三点 这个我就顺着 那个刘果的话来讲 这个我很有话讲 因为你去提 那个文档 跟自动化的事情 我得从另一个角度去讲 如果说我来考虑 吸引这个事 因为刚才讲过说 你吸引一方面是你要有引力 那另一方面呢 是你要消除说 那个其他的contributor 往你的社区中心 或者说参与社区的时候 碰到的阻力 那引力 刚才其实讲了很多 类型的引力了 我现在就是来讲说 消除阻力这一部分 其实是 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把所有的手段 我们从手段出发 所有手段里面 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是 人的一个 积极的响应 我觉得无论你是有文档 有自动化 但它可以很大程度上 去减少你的负担 但是首先你社区里要有人 因为这个我会看到 有一些很 怎么说呢 尤其是这种 我们说有一个 有个主导公司在后面 然后我开源出来一个 我其实很不喜欢说 开源出来一个项目 就他把那个一个项目 代码公开 然后试图去建立一个社区 你会发现说 他们可能搞了很多文档 可能做了 甚至做了很多自动化流程 但是这个社区里面 是没有人的 所以你 但是自动化 它其实不能够覆盖 所有的那个场景 对吧 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社区里面没人的话 你做的其他工作 基本上说不能够做 都不能够去 合适的建立人的连接 你是很脆弱的一些连接 就刚才那个 吴生老师讲了那个 因为我举了 不少内容比较好的 比较那个 怎么说 比较繁荣的社区 其实也会关注到一些 你不然说小而美也好 或者说是更 更 just for fun的社区 比方说Netty Netty其实就两个人 他还是有不少 committer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 韩国人 还有那个一个 一个北欧的一个哥们 他们两个人 就是跟着这个社区 搞了十多年 也挺开心的 那我觉得说你要去吸引这些 那个开发者进来的 就除了提供价值 刚才已经讲过之外 那别人进来之后 不管他要去做一个什么事 当然我很赞同说 你一些那个基础的文档 像readme 像contributing 包括说一些合适的 那个标签 标签呢 其实那个做的比较复杂的 像Kubernetes和Rust 他们可能有上百个 起码几十个标签 这些当然你 它是一个项目的固有复杂度 我并不否认它 但是如果你去考虑到那种 first time contributor的话 它更关键的 其实是一些 约定俗成的东西 herper wanted good first issue 这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一千多页 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 我是应该 没什么机会读完了 就我觉得文档 是还很有价值的 因为当你的社区成长起来 你人更多 里面产生了更多的事情 有更多的连接之后 你为了把一些 确实是很 怎么说很啰嗦 很样板化的东西 更简单的 deliver给其他人 你去归纳一个文档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不管文档也好 包括说你一些流程 我其实会觉得说 你要减轻你社区参与的阻力 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结构化流程 而不是自动化 自动化之前肯定是 你要先结构化 你这个流程 它得有一个一步一步的 然后一个 怎么说一个步骤的 这些步骤呢 在社区当中经过实践 大家都认可之后 你去做一些适当的自动化 对吧 我是见过不少 某社区 他去那种说 就你也没有经过 验证 也没有经过试点 就直接推一个自动化流程 把大家折腾的不轻 就一上来 就是那种企业管控的思路 这个地方要谁审批一下 那个地方要多少个人 错期才能够过 这个是很 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去讲一个 吸引到contributor 或者说去改善 contributor的一个参与体验 你做一个maintainer来说 其实 首先你自己的玩开心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自己不开心 你干啥 你都坚持不下去 那除此以外 你如果真想干 那你首先是最好 能够积极的去响应 社区里面别人 不管说提个issue 提个pr 问个问题 对吧 你不管说 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是把它导到 合适的地方 那对于一些 就是你重复处理的事情 你可以去写文档 可以去做自动化 咒诀都ok 那另外有两个点 一个是说 你可以发展 你的maintainer的队伍 对不对 因为你不一定要 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 你可以去 给别人一些权限 其实我遇到过 最极端的是 当年叫Po6 现在叫Raku的这个社区 其实 OpenSource Guide里面 也提到过这种策略 你可以给所有来的人 都给他commit a bit 无所谓的 因为你是owner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只要你能够handle 只要你的社区的调性 能够处理得好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会发现说 就大家提交代码 都是 就是 都不带有恶意 当然可能有些时候 技术上会有一些 落后 那你 通过更多的沟通 更好的去一个 类似P2P网络 一个人交一个人 然后这个被交好的人 他又能够去交更多的人 这样也能够说 发展出一个好的项目 像Raku 现在其实已经是个 比较成熟的编程语言 他是 只要你过去 基本上都会给你一个 所谓的写权限 你能够直接替代吗 对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最后想讲的一点 是说 刚才那个 如果讲Mentorship 这个事呢 其实 如果有人愿意去做Mentor 有人愿意去教其他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感谢他 或者说这种人 我们需要去宣传 去表彰 这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 我们在讲一个开源吸引的时候 过多的去强调 Mentainer他的责任 或者说 你就得去Mentor别人 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 最近越来越多 开源社区里面 会有那种 所谓暗面 或者心理问题 这个真的不是很有必要 就是你首先 你可以做好你自己 然后你尽所 尽可能的 对吧 就是我觉得 所有的基础 都是在于说 你愿意积极的 积极的去跟别人沟通 那你沟通过程当中 你为了去减轻这些负担 去减少摩擦 你去写文档 去自动化 这都很正常 我觉得怎么样去吸引开发者 去参与到开源社区 我先说一下 现在对于很多 就是怎么把这个开发者 吸引过来一个误区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们搞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搞一些 看起来很热闹的一些事情 好像大家都进来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开源 与其开源运营 其实它都是 其实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不是说 就这么搞搞新媒体 把大家给拉新 过来关注一下 就玩笑了 或者是点个star 然后就大家也不留存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去让大家 真的去关注到 你这个社区 或你这个项目去做什么的 就还是得 从开发者本身出发 有的开发者 他是想要去贡献 但他不知道怎么贡献 那我们就给他 定一系列的规则 比如说你要提issue 那你应该遵循 什么样的规则 你要去提PR 你应该遵循 什么样的code conduct 等等之类的 这第一个就是定规则 然后第二个是 针对于不同的开发者 他其实的能力 也是不一样的 那他去贡献到 社区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一些 相应的不同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在 每个半年的时候 会做一个 麦克兰奇克州 那这个的话 其实会放出一些 bug fix 让大家来去解 那麦克兰 可能现在会有一些bug 然后没有解决的 或者是一些 其他一些任务 那像这种的话 有的开发者 他可能能力有限 他解决不了bug fix 他可能只需要 简单的去解决一下 文档的一些bug fix 就可以了 那有的开发者 他可能比较精通一点 他可以解决一些 比层的这些bug 那也欢迎他的贡献 但我们得给一些 分层次的一些bug的列表 让他来去解 就这个我们是定期的 会做一些这种活动 当平时的话 他们如果自己 参与到这个社区 就是一些惯例的 日常的活动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第三个是 酒香也怕巷子生 就我们说了说 这个产品特性本身 他确实做的还可以 但我们要定期的 去让开发者知道 我们确实做的还可以 然后也希望大家 来去贡献 告诉他怎么贡献 然后怎么样去进阶 所以进入到这个社区之后 他还会有一些 开发者的进阶体系 并且每一个进阶体系的话 都会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编试 就很多开发者 他会认为说 我进入到这个社区 我成为初级开发者 或我成为中级开发者 我只是这些 这一层中的 就是叫什么 其中的某一个成员 就并不是说 特别的有独特感 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 一个编号 他在这个社区里面 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这个是我们社区设定的 但这个会让他更有归属感 所以在他 贡献了一定的量之后 除了这个社区本身 会给他一定的 比如说会得到 这个圈子里面 技术的一些农人的认可以外 我们还会在社区里面 会给他一些编号 独一无二的编号 和一些认可 优秀拍发者的话 也会让他去 上到我们的官网 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 就像这种精神的激励 比物质的激励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可能是更需要 或者说更有效用的 你刚刚讲的 让我想到了游戏 游戏中 其实你是会不断的 有一些小的正向的激励 你做一件事情 或做到一定程度 你一定会看到 有一个结果 当你在持续不断的 去给开发者 以正向的一些激励 甚至包括 就你刚刚提到讲 游戏里面有工会 所以他有 你那边也有相应的编号 它是有归属感的 他说一点不一样的吧 就是 其实大家都会说 有很多的这种 吸引的方式吧 就是 我就不再重复了 就是 其中刚才有很多的 不管是方法也好 还是模式也好 肯定是 你想去吸引开发者 所需要的 我们会从一个更 我个人的话 喜欢从一个更高 维度的事情来看 这个 因为如果大家 熟悉Skywalking的话 其实都会知道 首先Skywalking 是一个极少 做marketing的社区 然后Skywalking 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友好的社区 就是我们没有太多 可以为大家提供的体系 或者可以为大家所提供的 这种友好性的服务 或者是认同吧 从我的理解上 确实是这样 相对于就是 不管是在座的各位 还是很多 中国或者全球的项目来说 当然我们会看到 有几个事情 在这样的体系下 它依然可以去工作 我认为这也是 多元化的一部分 首先第一个就是 它作为一些核心参与者 他们对这个项目的 一个热情 就是说他们会对这个项目 不管是他做的 是不是有多么的出名 他会很喜欢这个项目 解决的问题 他会很喜欢 这个项目运作的方式 这个喜欢 它不一定适合于每一个人 比如说Skywalking 有一个习惯是说 我们不会给 任何一个commitender 所以给尊重 其实这在很多社区 是很少见的 就是commitender 或者甚至PMC member 完全不处理这种 所谓的职责性的工作 我们几乎是不会的 基本上就属于 我有时间可能去看一看 然后大家基本上属于这种 放养的这种状态 就是如果你觉得 他有想解决的问题 你就去解决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就是从我的印象里面 Skywalking应该有一个 agent上面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然后应该已经等了四年 然后得到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这个需求 从存在这个需求 到这个需求 已经变得不存在了 因为JDK把这个功能给删掉 就是它就消失了了 所以我们会说说 有一些每天的工作 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如果永远没有人 志愿去做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重要 我想来做 那么我认为这个东西 实际上并没有 个别表达出来的人 所谓的那种急切的东西 可能是有很大的误解性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 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着 每天自己的日常的工作 那么我们就会 作为每天人 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假象 就是我们永远看到的是有问题 因为只有有问题的人 才会来找我们 所有完成了成功部署 所有功能一切正常的人 再也不会来找你 他们也许连升级都不会升级 就是我们都见过 Skylking两年前三年前的版本 还在别人的生产环境里面跑着 这些人从来没有问题 感觉你的系统后面 所有的改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 刚才的那个维度实际上最后是说 我们很多的思路是想说 我们在做劝退 而不是说 就是不管从每天人的角度 还是从参与者的角度 我们会说 希望大家做更少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太关注于 比如说我们的提交的活性 或者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时长 就是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那么会有不同的人 会有完全背景不一样的人 遇到类似的问题 那么其中会有人想跳出来 解决这样的问题 只要你给的信息足够 会有人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希望大家的就是 一个作为持续参与的人 他可以持续的获得一些 不仅仅是认同 可能更多的是自信 就是他会认为 我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决更多的问题 我在项目里面 大家会更加尊重我的意见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 甚至包括我自己 对整个社区提交代码 我们叫做心存敬畏之心 就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于这种超大规模的项目 说我是懂的 其实并不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的懂 这个项目到底 它是怎么在运行的 也许你会知道一些 所谓的比较 high level的设计 仅此而已 但是对于项目 真正是怎么运行 在各个实际的环境里面 恐怕只有那些使用者 他们才真正的知道 所以在这个空间 所谓的我们在说吸引大家来用 或者是说我们更多的是吸引 吸引大家在自己的范围内用就好了 我们并不一定要强求他们 一定要向Option去做贡献 而不做所承担的风险 这是每个项目自己需要去评估 你自己的时间的 所以退回来说 我们希望的是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时间去利用的更好 就是我们在说很多open source的文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说 说open source是一个更好的协作的方式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协作的方式并不代表 我们协作的这个软件 能够做的比其他的商业软件 或者比别人的某个软件做的更好 这个效率体现在说 每个人都能在投入相对较少的时间里面 解决一个更复杂的或者说更棘手的一个问题 从一个广义的社会层面上 它是高效的 但是我相信即使从一个功能的角度 或者任何一个再强大的社区 我们即使拿Ninux或者是Kubernetes来举例 它一定没有一个高度内聚的一个公司管理 提交效率或者是代码的提交模式来的更为的方便 我们去看看Oracle去看看Windows 或者一些更加封闭的企业系统 他们在提供软件功能的迭代速度和完备性上面 或者最典型的我们去看Apple 去看苹果的这样的一些生态的时候 它会做的其实非常的好 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能够把开源软件做的比 就是Linux一定比Mac做的更好 其实我们会发现结论上并没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效率方面的事情 我们要更高纬度的在利他的方面上去看这个事情 而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项目的owner 然后我们就希望所有人最好来帮助我们 来把这项目来做好 所以这个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谢谢吴先生老师 我的感觉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 其实会讲到都是你会发现 有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应该是小曼刚刚提到的 就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社区的你的一个对资深的一个定位 你是需要信什么样的开发者 然后需要多大的规模 你是需要有一些用户就OK了 还是说需要一些核心的资深的开发者 还是说需要把更多的新生的力量全部卷入进来 这样的话可能到具体执行上选择会有很大的不同 几位嘉宾我还是想请大家每个人用一句话吧 送给我们的开源社区的一些开发者 或者说开源项目的运营治理的人员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个开源社区的运营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是需要一个长期投入的一个事情的 它是需要长期去运营的 然后呢这个运营的过程中的话 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就比如说我之前做的这个方舟边缘系 或者鸿蒙也好 真的是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就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像代码图款 什么网站我们有这个DDoS攻击也好 CC攻击也好 而且这个攻击的这个流量都挺大的 然后呢我就是这个遇到这个困难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灰心 有这个问题到可以快速的这个闭环解决 要保持一定的定力 我觉得社区才有可能成功 开源运营呢 其实我比较想说的是 就是有些开源运营它是从开发里面 开发者里面走出来的 那所有的开源运营的人员 对吧 我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要到那个开发者当中去 就是不存在说运营是一拨人 然后开发者是一拨人 这种这种认知是非常危险的 那不管说是你要那个尽早的跟那个开发者 可能你自己就是开发者 到开发者当中去了解他们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用你的所谓的运营的技能 因为开发者有些时候他确实是关注在技术上多一些 不一定关注在一个community level的东西 那用你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去帮助他解决到这些非技术的问题 对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认识去做open source的一个operation会好一些 不过我看今天到的 咱们这几个人在聊的时候是没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之前听吴胜老师有说过 开源运营是一个伪命题 然后我觉得可以前面加一个限定语 叫做不懂技术的开源运营是一个伪命题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解释 为什么呢 你就像一个微信的产品经理或者产品运营 你如果说他都不知道微信是什么 没有下载过 没有安装过 没有深度体验过 那他怎么来去做好这个功能呢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运营的是 或者说做的就是开源的技术这么一个产品 如果你都不会下载 不会用 没有体验过 不会写代码 不会好模型 那其实你很难跟开发者去交流 或者说了解到他们的痛点 那就很难把这个事情 就是运营的痛点抓得很清楚 然后那其他的不懂运营的这些开源运营的人 他可能就会学到这个表面 他就不会说真的从开发者痛点的需求来去做一些具体的运营的一些事情 所以想要去进入到开源运营这个行业或者说工作的人呢 还是先做好技术 可以先从研发做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技术 我说一点点 就是我希望说 我们会有很多的新的项目 我们会有很多的公司在投入到开源里面去 但是我只是希望对所有的个人开发者去说一句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developer 可能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职业的开源开发者 因为毕竟开源市区大概95%甚至99%以上的人都并不是一个职业的开源开发者 那么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开源的贡献 你可以去享受一下其中的这样的成就感和乐趣 我觉得这个对于绝大部分的这个环境 或者对于绝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考虑到中国的这个软件工程师的基数 哪怕每个人只做任何一个项目的一个贡献 我相信中国的开源的这个整个的环境 或者说开源项目的整个的强度 应该是在世界上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谢谢 谢谢吴兴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panel discussion就先到这里 然后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聊完 我们下次接着聊 好谢谢大家